繼續回來廣市新聞 六個部門聯合法部防範和打擊電訊網絡詐騙犯罪的通告 其中的提到從今年12月1號起 個人通過銀行自動跪圓機向非同名帳戶轉帳 資金24小時後才會到帳 總聽不到 記者向銀行業內人士了解 他們說已經聽聞有關的消息 不過暫時還未收到總行下發的具體文件 預計下個星期有關通知會下發到各個銀行的網點 為了防止詐騙人員利用銀行卡來詐騙 銀行業從今年起 已經全面落實同一客戶同一家銀行借記卡 不能超過四張的規定 目前基本完成借記卡全量清理工作 申辦的借記卡的開卡系統也同步升級到位 從12月起用戶通過自動跪圓機向他人轉帳 到張時間將會從現在的2小時內延長至24小時之後 市民又是怎樣看的呢 銀行表示過去三年有關電訊詐騙的案件中 受騙者大部分都是通過自動跪圓機轉帳給詐騙人員 因為如果通過網銀或者櫃櫃轉帳會有很明顯的風險提示 而自動跪圓機上面張貼的提示 很多人都不會認真去看 慎愧就有助通過延長向他人轉帳的時間 為受騙者提供多一些挽回損失的機會 銀行方面提醒 防騙的關鍵還是個人提高警惕 那現在呢就是我們要接到電話的話呢 涉及到要你提供一個銀行卡帳號的 或者是要提供銀行卡密碼的 還有呢一些短信收到一個驗證碼要你提供的 這些呢我們就不要輕易地去相信 銀行工作人員說通過自動跪圓機向其他人的帳戶轉帳 時間調整之後可能會對轉帳的業務會有所影響 不過呢如果大家是想講求事效性 那就不妨通過網銀或者是櫃檯轉帳 廣州電視記者董廷報導 六個部門聯合發布的這份通告呢 還要求電信企業年底前確保全部電話都要失明 會否則一律停機 不過記者調查發現呢 市面上居然有商家銷售已經失明登記的電話卡 從去年9月1號開始 買電話卡必須出示身份證而名證身 記者到寧元西路的手機市場看過 大部分商家都能夠嚴格按照規定 要求顧客出具身份證購買電話卡 你可以買賣給你 但是你自己要開通實名證才能用得到 自己的實名證和人要對應才可以幫你開 不過就有部分檔主公開銷售已經實名登記了的電話卡 總類涉及三大電信運營商 你說要買二個銷售 戰隊是爭取的人 只不過是人家拿到人家自己的 都可以告訴我 我拿給你 我拿我的 開一、五張給你 有不願意出鏡的手機業內人士透露 這些手機卡其實都是當主批發回來的 行內將這種行為稱之為養卡 電話卡在賣出之前已經完成了實名綁定 其實最主要的根源就是 我們的個人信息沒有得到最根本的保障 所以我們很多信息流通了出去之後 又被人家利用用來開實名制的卡 除了那些虛假的實名電話卡 170、171等虛擬號段 亦都是電訊詐騙的重災區 有市民認為 除了電訊運營商要嚴格執行電話實名制之外 政府各職能部門也都要想辦法 從源頭上度絕養卡等非法電話卡的流通 廣州電視記者報導 近幾年信是層次不窮的 招數亦很多 不少人為了防止上檔 不得不時刻是保持警惕 甚至是搞到有些草木戒兵 只要是陌生電話都會拒絕接聽 或者是不肯相信 這樣一來又難免造成新的麻煩 這期的周末話題 我們就來講下這類被誤傷的電話 講到詐騙電話和短訊 很多人的第一感覺就是太多了 很多東西都有 可能有兩三個吧 我覺得他經常打電話給我 嚴重騷擾我的生活 反而我就覺得他就很煩 阻礙了 騙子甚至編好劇本來到行騙 下門的林小姐是單位的財務 她就一步一步落入了騙子設下的圈套 詐騙團火先是冒充快遞員 說林小姐扮了護照叫她去拿 喂 你好 我沒有辦理過護照 你是不是打錯了 林小姐吸了電話之後 一位警察主動聯繫她 你現在就涉嫌洗黑錢 那要證明你的清白 就必須要調去你近期經手的資金 然後把錢轉到你自己的銀行卡上 林小姐按照要求做之後 一個自稱是檢察官的人又出現了 我現在給你一個網站 你上去下載一個網營 然後在原程幫你操作 就是這樣 林小姐最終被騙了九十幾萬 有經辦這些電訊詐騙案件的民警介紹 一般騙子和受害人之間的對話 是流動百出 並且很多破產的 但受害人往往容易 在多個騙子的電話光澤 心理攻勢之下 變得慌亂 從而慢慢地相信他們說的話 為了防止上當 不少人唯有乾脆不接陌生來電 我都不接 我都不接 一般人就說不認識的號碼 我都不接 簡直無奈 每天接到這樣的電話 都不滾滾滾 這樣一來 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整個機器 一刻不接電話 然後感覺到你在騷擾他 那很慌張 那碰到這樣 你又沒辦法 廣州電視記者陳祥夏報道 他聽快樂或者送餐電話 最多就是造成一些不方便 但如果將公檢犯特 精靈部門的工作電話 要當成紮騙電話 不聽不信 那問題可能就會較大了 廣州中原涉外商事庭法官官狀 平時除了審案審判決 還要經常打電話給當事人 向他們核實住址等等的訊息 方便送達法律文書 觀眾說打電話的時候 很多同事不止一次被當成是詐騙分子 有的當事人呢 我們一說 我們是廣州市中建民法院的 他要說 你是法院的 我還是公安的呢 對他核實 他的住址 有一些信息的時候 可能有的當事人就會說 你這個騙子 你在說 除了法院 檢察院 公安也都有雷時的遭遇 會呀會呀 我都接過兩個 手機都接過 手機打 他鼓掌打的手機都接過 但他是以語音自動播放的形式 就說你有傳票 你要去法院 要不然 就什麼什麼 你要連在那裡打個回覆電話 就是這樣 其實可能以前 會覺得公安會打電話過來很緊張 現在覺得 先有一個懷疑態度 究竟是真還是假 甚至乎可能 十個 做得九個都認為是假的 我覺得 對公安法系統 可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絕對會影響 觀眾說 如果市民長期不接電話 可能會影響到案件審理 進而影響到自己的合法權益 法官呢 還有我們法院的法官助理 書記員 是絕對不會讓當事人 把錢轉到所謂的安全帳戶 同時呢 也不會要求當事人 提供所謂的網上交易密碼 驗證碼 法官提醒 如果市民不確定自己 是否牽涉由某一宗官司 或者案件 最好就有商業的公檢法機構 管道問下 如果真是不幸 被詐騙分子騙了 就要立即報警 和掛失商業的帳戶 盡可能減少損失 廣州電視記者 林出發報導 你好 電訊詐騙絕對公眾 是寧可殺錯 不要相當 實屬是無奈之舉 現在電訊運營商 和遠近公司 陸續推出一些難接 和警示措施 大家自已是需要自己 再多留一點心眼 接到陌生的電話 就可以重量很多了 最後通過 最近很多市民發現 手機接到某些來電的時候 會自動收到運營商發送的 高頻呼叫電話警示 移動公司方面就說 這些高頻呼叫電話號碼 是根據通話的頻次 通話時場 被叫掛機等綜合分析得出來的 並不影響正常用戶的使用 而且會動態調整 這樣沒有設置防火牆的手機 或者是固話用戶怎麼辦呢 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這款 詐騙電話攔截平台 就可以幫到手了 通過機器 通過對打量的詐騙行為 和作案手段 以及歷史案例 進行深入的一個學習 自動建模 那基於這種模型 來自動的識別 各種詐騙的類型 這套系統在安徽省 應用四個月 預警一萬五千多次 平均準確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九 可以說既防得到騙子 又不會誤傷好人 目前電商詐騙案發 和損失金額最高的 有五種類型 武衷工檢法 武衷軍人 武衷屬人 武衷客服 和武衷退稅寫保證 這些總共佔了 詐騙電話的九成左右 到底怎樣才能分辨他們的真偽呢 其實只要記住 申請莫經方 交易莫大義 便宜莫貪心 這十二字決就好了 公建法機關 不會通過電話 文化做不露 也都不會隨便透露案情 沒有所謂的安全帳戶 所有事案的調查工作 都會依照法定的程序 出具法律文書 然後再執行 所以只要聽到對方說你 涉及什麼案件 要凍結財產等等 都可以直接撥打110 以至於網商快遞訂票的客服 或者稅務部門 社保部門打來的電話 只要是問你拿銀行卡號 或者是身份證號 網銀的登錄密碼 以及手機認證碼 基本上它肯定是騙局 廣州電視記者報導 沈雲保廷計劃是怎樣的